南韓不少上班族最近有一个习惯 会在午休的时候跑出公司散步 或是聚集在某一些广场低头滑手机 但他们不是在抓宝可梦 而是在抓钱 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百位民众中午聚集在广场上 走走停停低头滑手机 还以为是宝可梦热潮重现 但他们抓的不是宝而是钱 对抗通膨南韩知名的网路金融APP TOS 今年1月推出只要任务达标 就送小额现金的活动 像是每走1万步就送你约台币3块钱 其他任务包括在人潮聚集的地方 点荧幕上的图示 每点一次就能获得合台币0.23元 许多上班族就趁着午休时间出门抓钱 金额不高但不无小补 TOS提供线上贷款投资跟转账功能 透过完成任务赚现金活动跟病毒式行销 三个多月来APP使用人数增加三成 已有440万南韩用户加入抓钱部队 而且不是年轻人限定 像是这位77岁退休族 至今靠着这项活动赚近约1160块台币 南韩去年通膨高达5.1% 是24年来新高 日子不好过 多达四分之三的南韩成年人 都参与各种APP的活动来赚现金 不过资安专家提醒 会有各资外泄风险 当心得不偿失 这位好编译 不过资外泄飛的澗外泄土 小冰�